嗨 我是咪塔 那我現在在台南 來台南就要吃東西 這支影片要帶大家去吃 我的台南美食口袋名單 那我們就出發第一站吧 首先是甜點 王子神谷日式厚松餅 有這些口味 然後我最想要吃的就是這個 國爵奶茶的舒芙蕾 現在等待的人超級多 這就是王子神谷的舒芙蕾 我們等喔 一個多小時吧 這是伯爵奶茶的 就是珍珠奶茶的感覺 它是屬於那種比較有口感 然後比較稍微有綿密感的厚松餅 不會太甜 珍珠呢也不會很硬 或者是爛爛的 下一站就來吃老錯1933 豬油拌飯是偏鹹的口味 我自己覺得是少一點甜味啦 烤物跟招物的表現都還不錯 非常適合跟朋友聊天配酒 布萊安紅茶當然也不能錯過啦 讓我來喝喝看它的魅力在哪裡 我點的是伯爵紅茶拌湯 我覺得有花茶味道很香 然後這個甜度我覺得剛剛好 它沒有那種很澀的感覺 一點點酷酷的而已 來到台南當然不能錯過牛肉湯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說文章是觀光客店 但我就是觀光客 而且我覺得很好吃 文章的新店面非常的寬敞明亮 而且很乾淨 雖然少了一點老店的感覺 牛肉湯和牛肉會飯是我每次來的必點 我喜歡牛肉湯裡面加很多薑絲還有米酒 丹丹漢堡也是台南便宜又好吃的代表 每次來我必點的就是9號餐 大大的卡拉雞腿堡 還有一碗非常台南味的麵線根和紅茶牛奶 雞腿堡好好吃的 它的肉很大然後很嫩 然後脆的剛剛好 鮮嫩多汁的漢堡 最後算很便宜 單點好菜59塊吧 然後搭配套餐有麵線有飲料 才99 喝掉 再來吃這個麵線 然後現在是新配桃 它多了一個九層它的味道 我都覺得還蠻香的 接著再來吃個甜點 最近很夯的春藝人 是一間很可愛又帶點文青鋒的小店 菜單上有這三種 我點的是白玉紅豆藝人 吃起來是那種很清甜很天然的感覺 搭配它附的抹茶白玉也很好吃 阿布哥 來點別的評語好不好 你好辦 我要撿進去 再來是我很期待的矮子成蝦仁飯 我們點了蝦仁飯 香腸半熟鴨蛋 還有鴨蛋湯跟蛤蜊湯 炒過的蝦仁配上淋了醬汁濕潤的飯 我覺得超好吃 很喜歡 又到了甜點的時間 五菲妙豆腐冰 比奶酪更有彈性端端的口感 奶味很重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戰士建議不要加電乳 不然我覺得有點點太甜 紅公公越南河粉 開胃的炸彈涼拌我覺得很好吃 可以點 那我的主餐是 椰漿酸辣香飽雞 酸酸辣辣的也很不錯 香飽雞可以單車或是丟在糖裡泡著吃 來分享個邪惡的鐵牛早餐車 九層塔香腸蛋餅還有起司蛋餅 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我點的是泡菜燒肉蛋餅 然後我覺得它的餅皮是有酥酥脆脆的 我很喜歡 很邪惡的去吃 好吃嗎 然後裡面是薯餅 八五二賓市 它是一家港式點心的店 據說老闆是香港人 首先是姿勢蜘蛛爬撈 然後弄甜甜奶油起司味 我覺得很好吃耶 可是朋友們好像都不太喜歡 再來是油蔥計扒拉丁 它的蔥很像蔥麵包上面的蔥味 我個人是還好 那我最推的是它的邪惡法蘭西多士 超好吃 酥脆的外皮內餡包著花生醬 然後你可以在旁邊的豐糖或是上面的奶油 超級好吃又罪惡 最後是松林鍋燒食服 來台南當然也要吃鍋燒意麵 泡菜口味的鍋燒意麵帶點微辣 冬天是超級溫暖的 裡面的料也很多 有肉片蟹肉棒 魚板蛋還有一些蔬菜 還有年糕喔 它的肉片有蠻重的黑胡椒味 吃起來香香辣辣的 原味的口味會比泡菜更清淡一些 但也很好吃 雖然還有很多口袋名單沒吃到 但吃了12家也很滿足 該是來做個結尾啦 以上就是我的台南美食地圖 更多的集東海界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